台东地检署近期侦办 金海明号渔船运毒走私案件 目前对查扣到了犯罪工具船进行了拍卖 而这艘CT4船级总盾位71.9吨 下水时间超过30年的远洋作业渔船 经过了减价两次之后 最后是以58万元拍定 而嫁金将作为案件的担保 以律后续的执行 萤幕上播映着拍卖渔船的内部设施照片 以供竞标人参考 台东地检署月前在蓝与外海 查获蓝月号海钓船走私899公斤安非他命 隔天晚间又在富岗渔港 查获苏澳籍渔船金海明号走私毒品 起出600公斤安非他命 两期案件走私毒品数量惊人 重达1500公斤 为避免船只长期查扣保管不易 有价值减损之余 台东地检署决定不等捐洁 而先拍卖金海明号渔船 并向各渔会商业工会等 广发拍卖公告 增加民众到场进买医院 那我们是依我们法务的政策 正以扣押的这个走私渔船 做成一个借价拍卖的一个程序 因为本身这个船舶 虽然是属于71度CT4的远洋渔船 那价值是蛮高的 可是因为它有贷款 而且它下水时间已经长达31年 所以这样子折中之下 有一个贷款486万贷款 那因此我们的贷款是以70万做一个期 总动为71吨的金海明号 拍卖底价新台币70万元 经过两次减价后 以58万元拍定 顺利完成查扣犯罪工具 变价拍卖程序 上游贷款利息 违约金合计约485万元的投诚余会 则无奈表示 多少有点补贴 目前可以扫赔为赢 最完美是别人标到 把它标出去 58万元的价金未来将作为 此案没收犯罪工具的担保 一例日后案件执行 记者夏家会台东市报道